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响应九月爱与和平月 良心故事分享会 一起用爱和平与良心打造美好家园 本论坛由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 良心时代运动网站 台积门气功养生学会 和美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 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诚说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 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是石头和棍子 核武的发展一直被担忧会引发世界性的灾难 足以让人类文明毁灭 然而自21世纪以来 所发生的全球暖化 种族旗舰 金融海啸 全球疫情 通货膨胀 地缘政治冲突等种种危机 也如同一触即发的核武威胁 因此 领导者 与每一个世界公民的一面之善 与一面之恶 在此时此刻就非常重要了 面对各种危机 世界各国需要以爱 和平 与良心 来促进全人类的团结 共同守护人类未来 及环境的永续发展 基于用爱与和平传播良心文化的理念 太极门清善文化访问团 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的带领下 至今已造访109个国家 300多个城市 透过文化交流 传递爱与和平 以及良心的理念 促进世人身心灵健康 让不同种族 肤色 语言 文化的人们 可以在交流中感受彼此 促进友谊 唤醒良心 彼此有爱 洪博士在2005年于纽约宣告 国际爱与和平日宣言 并订定每年9月15日为国际爱与和平日 当天 时任多米尼加总统的费南德斯格夏 冥想世界之爱和平中 并成为首位签署 国际爱与和平日宣言的元首 后来 他用具体的行动落实了和平 2008年 费南德斯格夏调停了哥伦比亚 厄瓜多及委内瑞拉三国的纷争 为一触即发的战争带来了和平的曙光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观赏这支影片 天灾人祸战争频传 和平不只是口号与理想 更是维系人类生存刻不容缓的需求 1981年 联合国订定9月21日是国际和平日 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组织及人民都纷纷响应 一起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并串联起巨大的能量 世界和平是全人类的梦想 世界之爱和平中连结世界各国的元首与领袖 以无私大爱为本心 共同敲响和平的终身 让和平与平安广布天地之间 让世人远离悲伤恐惧战争与痛苦 全球迄今有87个国家 263位元首及各界领袖 冥想世界之爱和平中 民中者包括27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长 7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联合国大使及各国的各界领袖 拜访世界超过60个国家 200多个城市在全球五大洲 散播爱与和平的种子 在智慧的对话中 世界之爱和平总会会长 彭道子博士与全球的领导者 透过阴阳平衡的最高哲学 分享太极阴阳哲学的智慧 帮助个人身心健康 社会达到富裕安康 国家富强 国泰民安 自然环境生态平衡 此外也分享如何用智慧化解干戈 以及对世事明报物语的慈悲胸怀 2003年7月 圣多美普林西比发生军事政变 梅尼市总统用宽恕包容对待政变者 实践他民中时所许的心愿 瓦德总统将民中心愿化为实际行动 呼吁非洲地区团结与和平 2008年3月瓦德总统居中协调 成功促成苏丹与查德两国元首签署和平协议 结束了两个邻国间五年来的敌队 造福无数声明 和平协议 所以反而犯罪、恨恨、禁止 我认为我们必须掌握同一人 作为兄弟和姨弟 2008年3月 费南德兹总统运用智慧与行动 主动调解南美洲三国的纷争 成功化解战争危机 也挽救了无数家庭的幸福 我不想说了什么 这个是一个 primer與国友同盟的社会 有人发表象的对象 对我们的川普总统的 理想,川普总统的前度 有一个港湾对美洲的川普总统的国友 川普总统的国家和南南南南南南 我认为这人记得一个川普总统的国系 和南南南南南南南的边 这边它有一个战牌 里面的一部分 是国家的国家 但和湾上亲具和海外的罪位 I think to you know be their best to reach to a place like out of the ordinary that we were a place where we were called to be and it's almost like you know stepping up and stepping out of all the things around that you know bother us on a day-to-day level but to be bigger people and as alway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etting up our mission here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 course is to promote and to support any activity that are towards you know establishing peace worldwide We do admire the very work that you are doing worldwide in trying to promote peace and love throughout the world 多米尼加总统菲南德斯格夏调停三国纷争 落实爱与和平的心愿 拯救三个国家免于战争的痛苦 圣多米普林西比总统梅尼斯格夏 遇到政变尽能以宽恕对待政变者 实践民中时的和平心愿 愿天下孩童敬欢言 塞内加尔总统瓦德格夏居中协调 成功促成苏丹查德两国元首签署和平协议 结束两国五年来的敌对与纷争 呼应了格夏的民众心愿 塞内加尔全国人民 政府与总统愿与全世界的善心人士 共同建立并巩固世界和平 看到三国总统的和平事迹 让人既感动又敢配太极门师徒 在掌门人红道子博士的带领下 一步一脚印走了109个国家 将正能量散播到全世界 和平的种子一颗颗长成大树 三国总统的一面之善 拯救无数森林 免于战争的痛苦 停止世界的动荡与不安 今天也邀请线上的好朋友 一起响应讲重要的日子 凝聚善念 成为推动和平的一份子 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做好事 现在让我们很荣幸地 邀请两位贵宾 首先来做分享 邀请新北市三重区 社区总营造促进会理事长 洪嘉仁洪理事长 以及新北市三重区 永胜里理长 侯景足侯理长 有请两位贵宾 各位来宾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武顺理洪嘉仁洪理长 在非常高兴又跟各位碰面 今年主题是培育和平文化 非常感动的 也是非常有益的活动 在此跟各位分享 我们里内相关的一个情形 在这个和平文化当中 我想从历史上或是文化上 举例很多 比如说从秦朝的九国统一 在各国的战乱当中 如何在文化的更迭 一直到演变到今天的时代 将近五千年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文化的变化 而且世界的战乱 尤其近几年来 巫洱战争 还有包括各地的 极地和社区的改变 尤其台湾这几年 极地气候或是淹水 我想各位观众 各位好朋友都看得到 在这混乱时期 如何保持一个良善的心 然后走向更好的活动 在我们各社区当中 有办很多的社区观看活动 对于中老年人加以关怀 对于弱势的人加以关怀 我想这完全是我们洪道子博士的一种倡导 也是他理念的花灰 那武顺礼包括我们的社区 非常感谢 在各个部门 还有各个好朋友的支持之下 会演变更多更好的文化 再次非常感谢 在我们社区当中 会常碰到的 就是关于车祸的案件 或是遗产计则的事情 方方发生车祸 有时候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你今天发生车祸 或许是老天爷 让你阻碍一点时间 但这阻碍的时间 可以避免下一段的灾祸的产生 有时候从这观点来想 耽误你一点时间 或许是改变了一生 有时候人的生死就在瞬间当中 所以我们在做社区的车祸调节当中 常讲一句话 无所欠罪无实施 就不能相互的碰在一起 双方各让一步 或许是圆满解决的方式 另外在现在碰到老人化的社会 对于财产的继承 然后财产的抛弃 往往是我们主题当中 常常发生的事情 那兄弟姐妹之间 父母跟子女之间 如何做一个非常地协调 比如说我们在继承当中 会碰到他的顺序 比如说第一个顺序 配偶加子女 如何跟配偶之女当中 如何结合在一块 那兄弟姐妹对于财产如何继承 这往往是在文化熏陶当中 还有在各种忍让当中 才能慢慢地结合在一块 这五行中也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结合 培育和平文化 发挥到极致 那在今年的主题 也是农年当中 培育和平文化 做一个主题 我相信更加能够展现 这个文化还有如何再继续花扬光大 最好的建设跟立志 我相信在文化的推广 世界和平的推广 我想能够深入人心 在各地方所展现的活动 跟深入的社区 我相信慢慢地会 在我们台湾台澎金马 各地方花扬更多 花扬光大 这是我们直日可待的事情 我们也非常高兴 看到它的成果慢慢地展现 大家好 我是三重永胜里的里长 我是侯景竹 今天很高兴来这里 跟大家一起见面 那现在是追求和平 我觉得整个世界 如果不要战争是最好的 可是你要发动战争 你完全没有那个爱为基础 那造成民生的缭乱 引起所有人的恐慌 那如果说不要发动战争 对我们所有的民众 所有的人民是好的 那我相信我们以爱的为出发点的时候 每一个人由和平 由善念 那每一个人的心 就会重向善良 那世界战争就会解除掉 我相信 我如果我们每一个 从这一个为出发点的时候 我相信整个世界会更好 更美丽 谢谢 谢谢洪理事长及洪理长的精彩分享 透过他们的分享 我们不仅感受到文化 在和平推动中的力量 也认识到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家庭遇到的问题 还是社会矛盾的解决 都需要以理解和包容为核心 和平文化是人类珍贵的宝藏 而文化就是生活 当我们将和平文化 带入到自己的生活 就能心平气和 欢欢喜喜的度过每一天 也启发我们每一个人 来推动我们的社区 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谢谢两位贵宾 接下来邀请到台北市中正区 银轩里里长 陈文芝里长 有请里长 所有爱好和平的社会人士 大家好 和平是爱的起点 也是爱的结论 因为只有爱才能够创造出和平 最后和平才能够让世界更美好 现在大家一直在讲究 AI以及绿化的世界 那么在AI的进化当中 也离不开我们绿色的友好共好 以及来培养我们大地的生存的生容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事情 不管世界的变化 以及科学的如何的演变 都离不开我们世间的绿色的环保 以及和平的共存 像现在很多的谈论主题 乌克兰与苏俄的战争 大家都看到了 战争是一个毁灭的 一个起始的开端 我们都不容许这事情发生 尤其在我们台湾 以及世界各国都有一个地方 只要一发生战争 只要一发生象征爆炸 炸弹火灾水灾这些都是我们所感受到非常的凄惨 非常的凄凉的 让灭族灭种 所以我们为了来提倡向太极们 水兄姐们在师父的带领之下 让大家能够用爱来起始 让爱来为出发点 来让和平产生 和平共存 任何一个相争的社会 以及人世间的一个平衡 都是要由爱来化解 都要爱让和平继续来产生 所以我在这边 也副业我们所有的社会上的中间分子 以及全世界的 在聆听我们和平与爱的世界的共存的时候 也能提倡 只有爱与环保 只有爱能够创造世界的和平 让世界更未来美好 会漂亮 像人跟人之间 不要计较 以感受到过去的种种的不良的时间 与因素的存在 只有看向未来 只有面向对未来的产生的一个希望 只有爱在心中 以及谦卑来感受爱的存在 不要一天大人的来说三道四 以及对社会的一个不平衡的感受点 这都会造成我们 比如说有意 或者说身心的障碍的一个阻碍点 让你的健康有好变得坏 让健康更好 唯一的方法就是 用爱来作为和平的起始 不仅仅是我们社会当中最正确需要的 也是在我们各国当中 所希望存在的一个状况 所以总观看我们这些因素 我相信大家在催生我们爱的世界的和平共存的时候 来守心向上 不要守心向上 因为唯有你创造 唯有你让爱感放在心中 感觉到平衡的心才有共荣的爱 你牵着我的手 我拉着你的小手 来共穿一个友好美丽的世界 在人生之间 向夫妻共存共荣 向长辈与孩子们的相互信赖与尊重 像我们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 一个相互的尊重 以及平起平衡 这都是存在乎人的理义廉耻的观念 因为只有爱常心中 才有理论的实践 还有长辈幼稀的状况存在 所以我非常认同 我们太极文养生协会 这些师兄姐们 能够以这些为出发点 来教导我们爱的幼苗 来教导我们社会中间的分子 能够让大家来感受到 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来创造一个更好的空间 让我们社会能够更和谐 更和平 存着爱的出发点 感恩的出发点 来爱护每一个人 尤其对长者的孝顺 对平衡之间的友善 对以及我们幼苗之间的一个养父 一个教育的成长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存乎爱的心 创造爱的世界 来共荣维持和平的存在 让世界更美好 更让立化来养父大地 让我们的心更平静 更稀有更协调 感谢大家 谢谢 与使命 让我们一起日日实践 谢谢纯理长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贵宾 金学院院长 罗台生院长 首先预祝9月15日 在发扬国际爱与和平的这一日 能够圆满成功 我们也知道 太极门在红道子博士的领导下 迈向世界的和平 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而在这一次率先响应 联合国在1981年通过的9月21号 为国际和平日的这一个重大且极有意义的活动 用爱和平与良心打造美好的家园 为人类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一个活动 我衷心的感激跟佩服 我们也知道 红道子博士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曾率领太极门的所有的同仁们 以及道兄们 道姐们 道弟们 到全世界109个国家 到300多个城市 弘扬中华文化 以及太极门的文化 这一种伟大的贡献 对于世界人类的和平 有着非常有意义 极重大的一种表率 那么我们这里要来讲 首先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 爱呢 我们也知道 人类一切的根源都是起源于爱 而从中国字来讲 就能够对爱有最重大的诠释 为什么是最重大的诠释呢 因为只有用中文来 才能够把爱具体的表现出来 我们爱是有两个字来形成的 一个就是用心 如果一个爱是没有心的话 那就不构成爱 那么如果有爱 但是又不能够让人家去接受 这个爱还是没有完成 所以爱是你把你的心掏出来 让对方能够接受 这就完成了一个爱的开始 那以最近来讲 我对这个爱有特别的感受 因为我有一位学生 接受了霸凌 然后他就往生了 而这产生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 单位里面的主管 不懂得什么叫做爱 因为不懂得爱 才会有霸凌 而另外一个就是 我这学生也不懂得爱 因为爱来讲 是要能够包容到 对方的一个缺失 然后用一个委婉的方式 来让对方去改进 所以这一方面来讲 我相信 不管是我往生的这位学生 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也能好好地去检讨 那么对于加害 霸凌我这些学生的 这些主管们 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感受到 什么叫做爱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谈到的就是 和 什么叫做和呢 和其实也是中文字的 两个字来形成的 也就是你的 你的进食的两个口呢 能够有足够的粮食来让你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粮食 来喂饱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的心才能够达到 和的这个境界 也就是我们也知道 马斯洛的五大需求之中 他最底层的需求 就是谈到满足生理 跟心理的需求 而和就是满足生理 跟需求的需求 而这一方面来讲 就是我们达到 我们中国人谈到的 所谓的知足常乐 只要你能够满足 你心理的需求 请你这时候就要懂得 怎么去回馈 那接下来我们谈到贫 什么叫做贫呢 基本上贫就是一个同理心 也就是我们讲的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也就是你用尽你的一切力量 来为这个社会来服务 但是呢 你并不想要去得到太多 或超过你所需要的 怎么样达到平均 平和 然后平衡 这是一个所谓的同理心 以及世界大同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接下来我们谈到 什么叫做良心 我们良心来讲 最重要就是要自良知 那自良知是什么呢 也就是你要能够 自良行 你要我们中文讲的就是 知行合一 那么当你知道 自良知 知良行的时候 你自然能够有产生一种 所谓的善心 善行 跟善恋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太极门这一次 推动了这个活动 真的是对人类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也是人类迈向 爱 世界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为 跟行动 所以我在这个良玉著 太极门 红道子博士 他为了世界的和平 走向理运大同篇 达到天下围攻 他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我希望他能够不断的持续 进行下去 其实 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感到太极门 对这个世界 跟对人类的贡献 我也觉得很遗憾 所以希望有更多人 能够用更用心的来了解 太极门 他们所做的重大的贡献 以及太极门 红道子 他的一些宏大的理念 那么这里面 我希望 大家都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而我个人 以能够参加的活动 予有荣渊 再次的祝福太极门的一切活动 圆满成功 我是罗台生 现任三创精英学院的院长 我以前是台科大的一位教授 在这里感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 谢谢罗院长让人感动的分享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与生俱来的良心 能将我们如何看待爱的课题 更能带领我们运用智慧 运用平衡 达到和平的目标 创造一个用爱 和平 以及良心 所打造的美好环境 才能让霸凌 与歧视 真正得到解决 也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安全 平安的成长 接下来的分享人很特别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哦 是一位小学生 小小年纪的Molly 年仅11岁 但已经身体力行的 在做志工咯 让我们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哈喽大家好 我是Molly 今年11岁 我从小跟着爸爸妈妈 在太极门练气功 师傅就像我的长辈一样 教我练气功 做好事 还有做人的道理 要和平 要有爱心的对大家 我会把师傅教我们的道理 用在生活中 师傅教我们要有良心 做对的事 要诚实 有一次战考 拿到考卷回家后 我发现国语考卷 有一题选择题写错了 老师没有发现 我心里很犹豫 要不要告诉老师 因为我担心少了两分 也许我就没有钱寄名了 但我想到 做人要诚实 如果没有诚实的话 我的心里会很难受 所以我隔天 还是告诉老师这件事情 虽然分数变低了 但我觉得很安心 因为我做了对的事情 师傅教我们很重要的 另一件事情 就是爱与和平 师傅带领着师兄 师姐到全世界 推动爱与和平 还有良心时代运动 已经去过全世界 109个国家 我觉得很佩服 我也在生活中 做我可以做的部分 我觉得爱与和平 就是关怀别人 帮助别人 为大家付出 之前 做我隔壁的同学 手臂骨折了 打着石膏 很不方便 所以上课时 我会帮忙他拿东西 还有翻书 午餐时 我帮他拿餐盒 以及休息餐盒 放学时 帮他背书包 虽然背两个书包很重 但我帮忙别人之后 觉得很开心 他也很开心 还有 我会教同学数学 午餐时帮忙 抬餐筒 打饭 午饭后 清理教室地板 倒垃圾 同时我也担任 自制式干部 也曾被同学 推选为班长 或是其他干部 我也是各科的小老师 虽然这些会占用到我的很休息时间 下课也没有办法出去玩 但我仍然觉得有能力都付出很开心 我在太极门练功 有非常多的机会跟着师傅 还有师兄姐去做好事 落实爱与和平 像上个月 我参加了庆祝8月22日 国际青年日的线上活动 分享我在生活中可以做到的好事 还有分享我的和平心愿 2022年 我有机会跟着师兄师姐 担任志工 到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宗教自由高峰会 也就是IRF会议 还有到印度城市蒙特苏利学校 参加国际大法官会议 推广良心时代 还有爱与和平 邀请大家联署国际良心日宣言 并许下和平的心愿 我很喜欢传递爱与和平的感觉 像参加国际宗教自由高峰会的时候 我们会到华盛顿重要的景点 例如联合车站 请大家联署国际良心日宣言 在车站 人们的行程都很匆忙 但我们唱爱与和平的歌曲的时候 很多赶路的人都被歌声吸引 停下来听 我看到他们听了歌曲 心情变得很开心 很和平 我们不断把良心小卡片 跟良心钥匙圈送给他们 有两位警察 他们听完歌 看完宣言 他们说 良心真的很重要 可惜他们的身份不能连署 也不能收下钥匙圈 但他们可以比良心手势 与我们拍照 虽然只是很短暂的时间 但我们感觉到了 他们了解我们的真心 他们深深体会爱与和平 良心的重要 另外 也有来自美国各地或加拿大 英国的老奶奶们和小朋友 都一起联署了良心宣言 我超级开心 我很乐意传递爱与和平的行动力 尤其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战争与天灾 我希望这些上述的宣言与小卡片 就像是良心爱与和平的种子散播到大家的心中 我本来以为用英文传递爱与和平 邀请大家连署良心宣言会很困难 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 一开始我都用注音符号做小抄 但我发现不一定要用很难懂的词去跟别人分享 用简单好等词 加上我的真心 配上大大的笑容说明 我们遇到的人都很开心的一起参与 例如在印度大法官会议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邀请全世界的大法官 印度的老师、学生一起联署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饭店跟一位埃及的大法官弘扬 邀请他做良心手势 那时候他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做良心手势 但大家笑成一团 大家解释之后我才知道 他说他一手要拦住我的肩膀 因为我是他的良心 所以没有办法跟我们做一样的手势 但他还是非常开心的一起响应 我在印度的大法官会议期间 也挑战用英文在论坛上发表 分享我在太极门学到的好 这次印度青年论坛 是我第二次用英文分享 第一次是在四月 那时候我的英文很不好 很多音都不会念 让我很挫折 但从四月到十一月的期间 我努力上英文家教课 在学校很认真学习英文 还有宣伤课加强口语能力 我不会发音的部分 我一样用注音符号 重复的练习 到了印度正式论坛的时候 我就讲得非常的顺 我发现我只要事前多练习 在台上也不见得要讲得一模一样 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说出来就好了 如果还是紧张的话 妈妈教我把台下的人当作是我最喜欢吃的西瓜 就不会害怕了 所以我学到了用心的练习 就会有信心 有信心就不会害怕了 透过做好事 推动爱与和平的过程 我跟着师父 师兄姐学到了很多功夫 勇敢 认真 跟师兄世界们团结合作 还有爱这个世界 希望世界呈现更多的爱与和平 我觉得这些都很珍贵 我也会尽全力把学到的功夫都实践到生活中 谢谢大家 听完Molly精彩的分享 真的觉得爱与和平以及良心 其实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去努力 去练习的事 从学校的考卷改错 要不要诚实面对 到走出世界 邀请全世界的大法官共同联署 响应良心运动 还用英文参与国际论坛 分享良心理念 讲给在场的全校师身听 可以说Molly运用在太极门学到的好功夫 帮助自己也帮助世界 从这么小开始 就走在爱与和平的道路上 真的非常厉害 谢谢Molly 接下来邀请下一位贵宾 上市公司专员简宏杰先生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简先生 主持人及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宏杰 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的法务部门 担任幕僚的工作 过去我是一个没有运动习惯的人 人家问我有什么兴趣或休闲活动 我总是开玩笑的说爬枕头山啊 不过结婚后我的另外一半 担心这样子的作息实在不健康 于是找我一起来练气功 当时遭逢身边亲友意外的我 也警觉到如果要能够承诺陪伴我真爱的家人 长长久久 健康的确是最基本的 13年后的现在 我非常庆幸与感恩 我能有这样子的机缘 在太极门这一个师徒相传的古门派里 练气养生 因为我拥有的不仅是行柱坐卧都能够运用的功法 更重要的是我的师父 在我入门的第一天就教我要改脾气 要学讲话 要学勇敢 这些看似跟练功健康不相关的事 却是彻底改变我人生的秘籍 因为身心灵是一体的 如果只练功而不知修心 充其量只是练的一身筋骨皮 话说修心当然也不简单 但师父教我们务实地从改脾气 认清真假对错好坏 每天欢喜自然的一点一滴累积 不只自己能够健康快乐 也能够让身边的人健康快乐 而让每个人透过自我反省 找回良善的内心 从让自己变好开始 延伸到家庭职场以及国家社会 相信爱与和平的世界自然也就不远了 我的师父洪道子博士 是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AWC的荣誉副主席 兼咨询委员 2016年我有机会第一次跟着太极门亲善文化访问团 以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志工的身份 到韩国军州参加第66届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年会 见证到面与环境持续恶化 贫富差距扩大之下 世界上仍有跟我们一样真诚无私 投入为地球与人类永续发展而努力的各个领域的志工 那一年是联合国推动永续发展目标 SDGS的第一年 大会主题是全球公民教育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 致辞时呼吁所有的NGO一起帮忙联合国推动公民教育 随后潘基文在经过AWC设置于会场外的摊位时 AWC的青年志工与潘基文分享了世界公民宣言 以及良心时代运动宣言 并且和潘基文握手合照 除此之外 我们也把握机会在会议的期间 对每个演讲者以及与会的人 推广良心时代运动 我的师傅洪道子博士提到 良心和文化是全球公民教育的基础 越多世界公民的良心觉醒 环境的安全指数就越提升 当地球大气场的良善之气上升 就能够降低坏事的几率 也会减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这一个经验 我也观察到 我过去像大多数的人一样 习惯以外在的结果可能性来决定行动 却缺乏内在自我的觉醒 就像大家都知道地球暖化的严重性 却认为自己的力量无法扭转 于是放弃去改变的可能 而这样子的非政府组织 纵使热切地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却也苦于难以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行动 但是来练功之后 师父以身教带着我们 对于爱与和平的实践 就是教我们依循良心的指引 明辨是非对错好坏 勇敢地在每一个当下 爱自己爱别人做对的事 因为我们在会场带来这样子的愿力与行动 乌干达教育服务组织副处长 就在拜访过AWC摊位之后赞叹地说 做了NGO数十年 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与良心结合 他更在会议闭幕上表示 自私、贪婪以及冷漠 是剥夺和平的三大元凶 他认为必须能够在这次接触到的 良心时代运动做连结 也希望所有人能够一起为推动教育而努力 除了在会场呼吁与良心 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核心 串联与会四十多国的NGO团体之外 我们也到釜山、大丘当地的景点 进行文化展演 并邀请民众及观光客连署 其中在佛国寺被一群小朋友包围 他们认真地把良心时代宣言从头看到尾 然后坚定而真诚地指着连署版说 Yes, I can do it 的那一幕 到现在始终是鼓励我 有良心的生活 并相信持续努力 世界就会充满爱与和平的原动力 过去我也曾经觉得 个人的力量为不足道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改变世界 但是在太极门这么多年来 唯一不变的是我的师父洪道子博士 透过言传以及身教 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子 奉献自己的时间 走过一国又一国 透过一场又一场的文化展演 交流拜会与联署 甚至推动国际良心日 成为第166个联合国的纪念日 一步一脚印地传播爱与和平 这让我体会到 固然可以悲观地去认为 不一定能够带来改变 但是如果不去做 我们永远不会有机会改变 在中华文化里 我们都知道 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 而我的师父更教导我们 不止独善其身 更要奸善天下 因为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 这也是我把握机会 在2019年及2023年 再度跟着太极门文化清善访问团 走访印度洛克脑 第20届全球首席大法官会议 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堡 第26届欧亚经济高峰会 向更多人传递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太平的法宝 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找到 圆满自己生命的价值 谢谢大家 谢谢简先生的分享 我们不是独善其身 更是奸善天下 因为在世界地球村 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就像现在 此时此刻 我们的欢喜 我们的好心好念 也将成为一股善的蝴蝶效应 传播到全世界 如同简先生的分享 当我们找回良善的本心 从让自己变好开始 延伸到家庭 工作 生活 再到社会 国家 甚至全世界 爱与和平 就已经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良心和文化 是全球公民教育的基础 今年8月 世界之爱亲善文化访问团的新角 到了中亚五国 走访哈萨克 吉尔吉斯 乌兹别克 土库曼 及塔吉克 进行了非常特别的文化交流 现在让我们一起观赏这支影片 109国里程碑 中亚五国的爱与良心之旅 中亚 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新藏地带 是古代丝绸之路 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和多样的民族组成 长期致力于和平 永续文化传承的 世界之爱亲善文化访问团 在太极门掌门人 即世界之爱和平总会会长 宏道子博士的带领之下 一行37人 于8月6日至8月21日 访问哈萨克 吉尔吉斯 乌兹别克 土库曼 及塔吉克等五国 透过文化交流展演 及民中疑点 推动以爱与和平为基础的 和平文化 荷兰驻中亚无国大使 尼克拉斯·扎克斯·亦莫斯 以及吴兹别克前国会议员 现任发展策略中心执行董事 艾奥多·囤雅克夫 分别冥想世界之爱和平中 为世界祈愿 平为全世界很重要 所以你的目标 是帮助平和爱 世界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很高兴 帮助平和平和幸福 在世界上 我们很高兴 秦山文化访问坛 也摆回哈萨克 努尔苏丹 纳扎尔巴耶夫基金会 塔吉克国家皇宫 阿拉木图管理大学 以及各国国家 能源地毯 历史博物馆 与宗教文化中心等 进行文化交流 洪博士也制证良心指南中 国际良心日特刊等交流纪念品 良心指南中象征指引人生光明大道 提醒人们把握时间 在生活中实践良知与善行 主持人生抗亡 加盂中文化 淇淋富和 ASH I am very glad to see Dr. Homie in our palace We are very glad a group of people here with very beautiful song beautiful minutes was in our life in this palace when I listen to you songs Today really unusually day unusually day because of that we learn so many things we listen to your president we learn so many things and we find out that is that to spread the peace in the world is really great great job and thank you for you thank you for your job because the peace in the world is very important and if it's the peace in the world everything will be good that's why everybody I think dreams to get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hat's why really so many thanks for your job so what you are doing is a great and noble thing and knowing the master for me now it's a I wouldn't say like just an honor but it's beyond that because to know this or to meet this kind of people is a rare thing in the world like these days so I do wish a prosper future for all of you or because I know that it's a volunteer part from your side it goes from your heart and whatever it goes from our heart it gets the other people's heart too 多年來 洪博士率領世界之愛 清善文化訪問團 積極走訪全球各國 推動世界和平 迄今已拜訪109個國家 這一歷史性的里程碑 象徵著全球各地對愛與良心的共識 並引導世人 以願力與行動 邁向人類永續發展的新契機 記者Amy鹏、Selena、中亞報導 這支影片真的非常的鼓舞人心 接下來的分享人Eric 也是這次中亞型清訪團的成員 他親身走過中亞五國 見證了清訪團新角地109國的里程碑 不知道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呢 讓我們一起歡迎公務員Eric 大家好 我是Eric 目前是一位公務員 從事航空領域方面的工作 已經超過25年 而我和全家人一起進來太極門練功 也超過18年了 當時會來練氣功是希望身體健康 能讓自己在工作上有更好的發展 這麼多年的練功 天天維持好的體能 幫助我能輕鬆地面對繁重的工作 也讓我順利地升遷擔任部門主管 不過我最大的收穫是明白人生的目標 了解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我看到我的師父洪道子博士 常年帶著弟子行遍五大洲 透過武術、音樂、舞蹈等方式 進行文化交流 廣邀具有影響力的各國領袖 以冥想世界之愛和平中 凝聚正向與善良的能量 將陰陽哲學、愛與和平及良心文化 帶到世界各地 今年八月 我也特別請假參加世界之愛 清善文化訪問團 走訪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 土庫曼及塔吉克等中亞五個國家 進行文化交流 中亞五國各民族的血統、語言及文化相當複雜 因為亞利三大、陳吉思汗、波斯、阿拉伯及俄羅斯 都曾佔領過此區域 對血統的混合及文化的交流 都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蘇聯解體後 中亞五國成為獨立國家 但統治者仍是原來執政的共產黨黨員 大多數國家仍是維持專制的政權 政府管制很嚴苛 所以本次形成的官方拜會較少 再加上人民大多是伊斯蘭教徒 可能會比較保守 本也以為宣揚愛與和平會比較困難 但沒有想到我們參訪的許多博物館、教堂或經學院 最高負責人都熱誠地接待我們 除了互換禮物外 都和師父互動融洽、相談甚歡 而接觸的民眾 因為師兄姐各個笑臉和善 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打開了對方的心房 愉悅的連署及和我們合照 有些小朋友非常可愛 他們了解後 因為會說英文 甚至會主動幫我們找人連署 並充當方義 我深深體會到人性善良的一面 不論男女、膚色、種族 我們推動的愛與和平的理念 及要求喚起人民良心的覺醒 在全球各地都能夠得到廣大的認同 太極門是古老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並以促進全人類身心靈健康為宗旨 不僅它是能開啟我們的心靈智慧 也是文化的寶庫 承受到四位總統、六位副總統的讚揚 平日教宗教教宣揚愛與和平的理念 更自利自費走訪多國 促進國民外交 截至目前 太極門親訪團已傳愛五大洲一百零九國 有來自一百四十七國五百五十六位 各界領袖冥想世界之愛和平中並許願 其中包括了七十一位的國家元首 九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我很榮耀能走在一條修煉心靈安定的道路 創造有意義的生命價值 歡迎大家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養好氣、練好心 幫助自己擁有全方位的健康人生 謝謝大家 謝謝Eric帶來這次中亞之旅精彩的見聞 相信文化之美能超越國際、超越語言 而真心的笑容更能融化人與人之間的冷漠 喚起我們的初心及良心 找到自己的和平 響應國際愛與和平日 在今天論壹生 主辦單位要送給各位好朋友一首傳唱全世界的歌 也為今天這麼重要的歷史紀念日 凝聚聚我們的真心 取下一份愛與和平的心願 現在讓我們一起靜下心 聆聽感動無數人的和平祝導歌 謝謝您今天的參與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們地和 wahnsinn While praying sincerely for the world We heal a heart of our conscienc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all so suffering I'm praying for you May heaven bless the earth May there be no more flame of conflict And no more worth May all wishes for peace come true May the light of hope arrive May this youth's love To relieve all our pain and pain With competence and courage People will rebuild their homes We are grateful today That you and I Are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Praying for the world And singing peaceful songs To world people's hearts Smile from your hearts Love yourselves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ith selfless true love We are awakening people's conscience Let us consolidate all kinds of us Apply our conscience To benefit the world And return to our Happy home SO Pray No Pray Pass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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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